戒穿龙之戒,弃儿 明治22年,在浅草的信刑寺,有一个男婴被遗弃了。 信刑寺的住持日争和尚决定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永之柱,并抚养他长大。 日争和尚在抚养永之柱的过程中,希望他的亲生父母能出现。 永之柱三岁时,一名自称是他母亲的女人出现了,但一是冒名顶替者而被赶走。 几年后,另一名女子出现并坦白自己是永之柱的母亲。 他解释说,由于丈夫的事业失败,无法抚养孩子,便含泪将他遗弃。 日争和尚相信了他的故事,安排了永之柱与母亲的重逢。 后来,永之柱与这名女子一同回到横滨,女子靠坐针线活维持生计。 然而,讲述者永之柱后来发现,这名女子并非他的亲生母亲。 永之柱知道真相后并未告诉他,依然将他当作母亲般的爱着。 戏仪世界穿隆之柱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,细腻地描绘了亲子之情和人类的情感。 通过被弃志在信恒子并由日争和尚抚养长大的永之柱,以及后来自称是他母亲的女子的出现,作者探讨了人际关系和亲情的复杂性。 在日争和尚的教会和自称母亲的女子的内心挣扎中,作品揭示了超越血缘的爱与牺牲。 从永之柱的视角来看,亲子关系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,最终突显出他对这位虽然并非生母却关爱他的女性的感激和爱。 这部作品展示了虎欲之情如何比血缘更能触动人心,创造出超越真实的纽大。